在中国电影界,演员从历史类型转向现代类型往往很困难。 著名明星中,程毅和罗云熙决定退出历史舞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观众的谩骂和负面评论引发了人们对他们适应新类型的能力的质疑。 程毅、罗云熙是只适合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 纵观程毅和罗云熙的职业生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历史背景下的卓越表现。 程毅不仅专注,还凭借《琉璃美人煞》、《陈香如碎片》、《陈香崇华》、《莲花楼》等作品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遭遇了观众的失望。 中国荧幕以其历史电影和小说故事情节而纹明。 历史片不仅以人物美丽的外表吸引观众,还以新颖的情节吸引观众。 许多作品通过设计与内容的巧妙结合,创造了巨大的吸引力, 使中国荧幕独具特色不仅吸引了国内观众,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观众。 观众们欣赏到了历史人物的美丽容貌。 历史电影中变形的能力创造了极其令人印象深刻且独特的角色。 电间、头戴等配饰不仅能美化人物形象,还能营造平衡感,凸显传统美。 有些Space演员只适合演历史剧。 不可否认的是,Space上有一些演员,只有参与历史剧的世界才适合,才能成功。 历史电影和现代电影两种类型的差异,让很多明星难以在两者之间切换。 罗云熙被认为是古代男神。 罗云熙虽然有身材瘦小的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演古装时却有一种男性美。 他的长脸,穿着古装,搭配传统配饰,给观众塑造了一个独特而有吸引力的男神形象。 因此,中国演员在表演古装和现代服装时的职业多样性,给观众带来了许多多维的情感和看法,同时也凸显了表演艺术的创造力,在荧幕上出现和表达自己。 在诚意,罗云熙等著名演员的旅程中,我们见证了他们在离开历史服饰走向现代世界时所面临的多样性和挑战。 观众不仅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的复兴,也目睹了向新电影类型转型的失望和抗议。 观众的喜爱和支持是艺术家职业生涯中不可否认的因素。 请继续陪伴他们不仅在熟悉的历史项目中,而且在他们涉足现代电影时。 我们是电影产业力量和影响力的创造者,电影类型的多元化为观众创造了更丰富、多维度的体验。 从诚意和罗云熙的充满挑战的旅程中,我们了解到灵活和准备面对变化是成长和成功的关键。 演员不仅仅是扮演角色的人,他们也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总是在寻找新的机会挑战自我,给观众带来新的体验。 陪伴和支持他们不仅是艺术家的责任,也是观众的义务,共同创作出丰富多彩,富有意义的电影杰作。